讓我們隨著國內的疫情 慢慢稍微穩定 已經停泊兩年 銀法族國內的路由 還要開始來補助 只要六個人就能成團 但是就要有一半是 六十五歲以上的中部價 這樣一個人補助五百塊 李行社業者說 這個銀法族的路由是未來的出世 要怎麼來整個 適合到中部的行程 是觀光路由 可以輸購的方向 他們跟我有一些戶外的一個旅遊 的一個活動 我們能夠讓業者也可以包裝 這樣的一個產品 提升整個我們銀法族旅遊的一個 市場的一個品質 因為疫情停泊兩年的老土人 跟無種類的遊覽的補助 今年後半年正式是 這檔補助的條件是六個人以上生團 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土人 人數要超過一半 遊覽行程要兩天一枚以上 不過這跟郵遊過來遊覽的專案 只能夠經濟一個申請 生團後由李行社安排行程 等到遊覽 才讓李行社用資料去申請 無種類的遊覽 無助照 作用無種類的輔導工具 應用無種類的車 跟車照顧的服務員頂頂 李行社都可以跟觀光局申請 相對是比較少數的 李行社表示說 雖然老土人遊覽團 是受重的作為 但是隨著老土人越來越坐 真看好老土人觀光理由市場 觀光局也鼓勵 李行社幾位專秀行程 好行動無方便 跟老土人也可以 喊喊喊喊出去遊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